穿著白袍的醫院院長 剛走入診間 一名白髮男子立刻起身 一搏一搏跟在後面 但下一秒 看病民眾围在診間門口 神色驚恐 原來男子這時 竟在診間裡頭狂毆一聲 警方獲報 醫院院長被打 趕到現場阻止 並將嫌犯帶回警局 但他不願配合 還使勁吃奶力氣坐在地上 兩名員警只好一前一後 抓住他的褲腰帶 把人拖回警局 經過調查 原來這名真姓男子 22號到醫院看病 因為不耐酒後打針 當場大聲咆哮 院長見狀上前安撫 卻遭他出言恐嚇 隔了兩天 真姓男子又因為喝醉酒 跑到醫院堵人 一見到院長出現 立刻尾遂進入診間 動手打人 局院長 依法提出告訴 本所一 違反醫療法 現刑犯帶補受罷 毆打院長的真姓男子 迅厚遭到移送法辦 但嫌犯只是因為不滿 打針等太久 就對醫生毆打進行報復 不過其他病化權益 行為實在太自私 記者張春華車腳股評論報導